小美面对镜子站着 看镜子里也有一个小美 观察着俩人 她俩一样高 所以照镜子时高度是不变的 镜子外 小美的花在头上 镜子里 小美的花也在头上 看来照镜子时 上下也是不变的 如果小美伸出她的左手 镜子里的她 是不是也会伸出她的左手呢 来看一下 她面朝的方向与我们相反 伸出的其实是她的右手 看来 镜子里与镜子外并不是一模一样的 她们的左右是相反的 比如你看小美头上的花 镜子外是在小美的右边 镜子里则是在小美的左边 小美站着不动时 镜子里外的情况已经全部知道了 如果小美向前走两步呢 你看镜子里的她也向前走了两步 看来镜子外发生变化时 镜子里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 接着小美再向前走一步 这时她的脚尖刚好贴着镜子 镜子里也是一样的 如果小美退后一步呢 镜子里也会退后一步 此时镜子里外 小美到镜子的距离都是一步 如果再退后两步 那镜子里外 小美到镜子的距离就都是三步 看来不管小美站在哪儿 镜子里的她和镜子外的她 到镜子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以上就是镜子的特点 首先镜子里外高度和上下是不变的 而且到镜子的距离也是相等的 其次一定要注意 镜子里外左右的方向是相反的 现在的问题来了 小美离镜子三步远 它向前走两步后 镜子里的她距离镜子多远呢